在海滩上 性感女人费力地举起一块石头 笨拙地敲开一个巨大的海螺 她原以为可以享用一顿美餐 然而海螺厚厚的外壳里 只有薄薄的一片肉 她已经挨落了两天 不得不强忍着失望 撕下一小片海螺肉放进嘴里咀嚼 不料强烈的腥臭味让她连连咳嗽 形象相当狼狈 她急忙把海螺肉吐了出来 沮丧地摊开双手 不知道这种日子还会持续多久 然而不远处 男人却正在享受着丰盛的大餐 面前摆着生鱼片和龙虾肉 还有一碗特制的椰子蘸料 尽管他们都被困在荒岛上 但伙食水平却有着天壤之别 男人好像在度假一般 看着男人津津有味的品味美食 女人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饥饿 她轻盈地从男人身边走过 留下一个美丽的背影 故意引起她的注意 果然男人在她走出几步后就叫住了她 询问要不要坐下吃点 女人立刻转身 表现得淡定从容 但内心早已喜上眉梢 她快步走到男人身边 毫不矜持地用手抓起鱼肉和龙虾 放进嘴里大口咬着 见女人吃的狼吞虎咽 男人担心她会噎着 赶紧贴心地递过一颗刚刚打开的椰子 女人捧起比她头还大的椰子 大口惯下 毫不顾忌自己是富家太太 展现出毫不拘谨的一面 让男人忍俊不惊 如果放在两天前 男人甚至无法想象 自己这个在游艇上打工的穷屌丝 会和一位年轻美丽的富家太太 一同被困在这座荒岛上 更让她想不到的是 女人竟然会在饱餐一顿后 留下了一个香吻 轻得她心花怒放 从那之后 男人对这个养尊处优 干啥啥不会的女人不再嫌弃 女人也对她放下戒备 开始信任和依赖 这个会抓鱼做饭的穷小子 尽管荒岛偏僻 但海里的食物却很充足 就算多了女人一张嘴 也不用担心会挨饿 除了填饱肚子 他们也没闲着 一起收集岛上的垃圾 用塑料袋和破鱼网固定树枝 用棕榈叶编织出屋顶和墙面 在沙滩上盖起一个 足够遮风挡雨的双人房 渐渐的 两人已经完全适应了荒岛的生活 虽然救援似乎遥不可及 但他们互相扶持 相依为命 比城市生活还要充实幸福 然而 就在他们以为幸福将永远延续时 意外却降临了 一天 男人像往常一样下海捕鱼 可就在上岸时 他发现礁石旁躺的一个浑身是血 奄奄一息的幸存者 男人吓了一跳 赶紧上前准备施救 但当他看清幸存者的脸时 他突然感到不安 陷入了深深的纠结 因为那个幸存者不是陌生人 而且女人失散已久的富家丈夫 男人在矛盾中犹豫再三 最终还是把富家丈夫带回了海滩 女人一见丈夫还活着 立刻冲上前 激动地抱在一起 接着合力把富豪丈夫带回小屋 放在柔软的毯子上休息 虽然富豪在游艇上表现得十分刻薄 一直把男人当作出生使唤 但男人到如今选择不计前嫌 还主动为其倒上一碗珍贵的淡水 富豪连忙接过水 大口地喝下去 一滴不胜 这才终于从鬼门关前捡回条命 缓过来之后 他第一时间抱住许久不见的小娇妻 倾诉着无比的思念之情 夫妻俩的亲密 让男人感到十分不适滋味 很快 幸存的富家丈夫沉沉睡了过去 男人吃醋地坐在沙滩上 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有些后悔 但随后他意识到 多一个人在这个荒岛上 意味着多一份活下去的希望 他重新振作起来 决定一切照旧 为了拯救自己和女人 努力生存下去 自己可以每天都出海捕鱼 为他们三个寻找食物 然而他的善意 并没有换来好的结果 幸存的富家丈夫醒来后 心里怀着猜疑 打死不相信孤男寡女 在岛上生活那么久 什么都没发生 男人最了解男人了 再加上他以前就不喜欢 这个对自己微微懦懦的吓人 如今穷小子却用不入流的捕鱼技巧 在自己娇妻面前抢尽风头 为了扳回一局 证明自己才是老大 富豪趁男人出海捕鱼的时候 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 偷偷点燃了篝火 言谈之中极限得意之色 还嘲讽男人不会钻目驱火 每天就像个野人一样吃生肉 面对富豪的挑衅 男人也很快做出了反击 他主动帮忙切割龙虾肉 不愿意把唯一的小刀交到富豪手里 气氛瞬间充满了火药味 然而这还是刚刚开始 两男一女被困慌倒 谁的食物越多 谁就能拥有性的美女 为此富豪和穷男人 开始疯狂展示自己魅力 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竞争 你猜美女最终会选择谁呢 这天早上 富豪趁男人出海捕猎时 偷偷把男人建的双人房拆成两个单间 留给男人的拿签无比简陋 根本不够主 为了不撕破脸皮 男人选择隐忍默默妥协 但也不再愿意分享辛苦不到的食物 可富豪一点都不担心会饿肚子 因为他刚从海边捡到了一把小刀 声称只要有刀在手 就算闭着眼睛去捕猎 都不可能饿死 然而刚到傍晚 富豪就被光速打脸了 他虽然有刀削至长矛 但没有潜水镜不能下海 只能在岸边扎鱼 结果扎来扎去 连片鱼鳞都没扎到 迫于无奈 富豪只好带着女人钻进红树林抓螃蟹 结果刚吃一口 差点把三十年吃的饭都吐出来 仅仅过了一天 两人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绝望之际 富豪只能放下身段 趁男人在睡觉时 偷偷拿走了他的潜水镜和鱼叉 接着悄悄潜入海里捕鱼 很快 富豪就顺利插到了一条大鱼 就在他沾沾自喜 把潜水镜丢还给男人的时候 面对挑衅 男人并没有一点生气 反而露出一副耐人寻味的表情 富豪开始觉得不对劲 于是急忙回到女人身边询问情况 不料女人却支支吾吾 死活也不肯说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富豪立马反应过来 女人趁自己不在 偷偷给自己戴了原谅色帽子 富豪崩溃了 他不敢相信 男人竟敢用这种方法报复 自己只是偷了他潜水镜 他居然把自己老婆偷了 富豪再也无法保持淡定 粗暴地揪着女人的头发 把他拽到了男人面前 像丢垃圾一样把他丢沙滩上 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嘲笑倒另一头走去 决心和他们分道扬镳 然而 富豪和男人做梦都没有想到 就因为一时的猜疑和赌气 他们最终双双都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困境 男人将玻璃瓶打碎 取出瓶底放在石头上打磨光滑 接着用火加热塑料瓶 把打磨好的瓶底粘在瓶口 然后将瓶子切开 用胶皮封住瓶口 仔细包裹被切开的边缘 很快 一个自制的潜水镜就制作完成了 男人迫不及待地潜入水中 握住瓶子四处观察 结果令他惊喜不已 水下一切清晰可见 效果丝毫不亚于专业潜水镜 他忍不住笑了出来 因为能在水中看清事物 也就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完成了潜水镜的制作 男人立刻拿起鱼叉 潜入海中 准备抓一条大鱼 犒劳一下自己鸡肠鹿鹿的身体 可当他游到海床上时 却发现了一艘沉默的小船 男人看到船后 立刻丢掉了抓鱼的念头 全力将小船翻转过来 但接下来的一刹那 他却陷入了绝望 小船的底部有一个巨大的破洞 根本无法修复 但男人似乎有了计划 他捡起鱼叉 扔到船上 然后摘下潜水镜 接着他扛起绳子 冒着被溺死的危险 拖着小船在海底艰难前进 小船实在太重 海底的七八米深更增加了困难 尽管男人使出浑身解数 但他很快达到了极限 不得不放弃小船 赶紧浮上水面 大口喘着粗气 然而男人并没有放弃 他深吸一口气 再次潜入海底 拖着小船继续前行 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斗 男人终于成功地 把小船拖上了海滩 看到这一幕 同伴们赶紧跑过来 想要帮忙 尽管男人早已精疲力尽 但他怒气冲冲地拒绝了他们 不让他们靠近小船 他指着想要帮忙的小伙 又看了看自己的妻子 不相信这对狗男女 会真心想要帮忙 于是他骂走了妻子和穷小伙 将小船拖到海滩的另一侧 用捡来的材料修补破损 然而奇怪的是 小船的破损无法完全修复 他也早就饿得头晕眼花 却坚持不懈干得十分认真 等到第二天 男人用捡来的塑料板盖住破洞 又做出一面可以自由收缩的船帆 小船居然真的被他成功修复 只要不是遇到极端天气 完全足够在海上航行 看到这一幕后 小伙开始慌了 被困慌岛前 他只是个游艇上的服务员 要真让富豪男人成功找到救援 肯定会回来报复夺妻之仇 想到这 小伙快步回到小屋 把女人叫醒 趁富豪下海捕鱼的时候 他们果断冲向小船 准备抢先一捕 把刻薄的富豪永远留在荒岛上 很快 两人合力把船推到海边 尽管富豪及时发现 但由于距离太远 等他追上来时 小伙和女人已经成功上船 是像一望无际的大海 可奇怪的是 眼看脱困的希望在眼皮底下溜走 自己将会永远被困在荒岛 富豪脸上非但没有绝望 反而露出了匪夷所思的笑容 躺在靠椅上 一边看着小船远去 一边悠哉地喝着椰子汁 如此反常的举动 让小伙和女人摸不着头脑 认为他是气傻了 在自暴自弃 可没过多久 女人惊恐地发现小船竟然在漏水 他急忙拿起东西想把破洞堵上 可无论怎么弄 海水依旧疯狂往船舱了惯 两人这才意识到 富豪压根没把小船修好 一系列操作都是演给他们看的 事到如今 两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小船重新沉入海底 为了活命 他们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海里 拼命往岸上游去 此时的富豪正点着火 烧掉了他们辛苦搭建的小屋 悠哉得吃着烤鱼 丝毫不担心两人会淹死在海里 几个小时后 两人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强烈的求生欲 成功游回了小岛 富豪见小伙上岸 二话不说抄起长矛向他走去 小伙虽然年轻力壮 但几个小时的奔波早已让他精疲力尽 此时根本不是富豪的对手 连忙撒腿逃跑 下一秒富豪甩出长矛 正中小伙后背 痛得小伙自挖乱脚 重重摔进海里 富豪紧随其后 用力握住长矛 狠狠扎下 鲜血瞬间染红海面 小伙当场领盒饭 接着富豪把女人绑在柱子上 狠狠教训了一顿 女人心里清楚 今后要在荒岛上生存 必须要靠他 眼里充满了哀求和愧疚 没过多久 富豪原谅了女人的背叛 两人重新在海滩上建起小屋 过上了男耕女志平静的生活 直到半年后 一艘渔船突然出现 打破了荒岛的宁静 女人做梦也没想到 竟然真的有人找到了这里 她兴奋地坐起身 激动得心意于言表 连忙起身让渔民一家把自己带走 上了渔船后 她大口大口吃起面包 鸡肠碌碌的样子 看得渔民一家特别心疼 吃饱喝足后 渔民怕女人着凉 贴心送来了毯子 就在这时 下海捕鱼的富豪浮上水面 刚好看见渔船从自己面前经过 她兴奋地大笑着 以为自己终于熬出头了 能回去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接着高举双手 示意女人等等自己 然而女人立即转头看向渔民 确认他们没有发现富豪 接着从怀里掏出富豪赖以生存的打火机 富豪这才发现被她带走了 无疑是要断掉她最后的求生希望 她眼看渔船越来越远 彻底陷入崩溃 看着她苦苦挣扎契机败坏的模样 女人嘲讽地向她晃了晃脑袋 然后露出胜利的笑容 男人将一桶穴道进大海 浓稠的血液在海水中扩散 紧接着 显命长的姐妹俩主动钻进铁笼 潜入深海中 周围无数的鱼儿在他们身边徘徊 妹妹兴奋不已 马上拿出相机 让姐姐给自己拍照 不料姐姐手一滑 相机掉入海里 两人急忙伸手去捡 可下一秒 鲨鱼出现了 妹妹开心极了 心想渔民到的血水果然奏效 立刻就引来了鲨鱼 然而她做梦也没想到 她与姐姐很快会陷入生死攸关的困境 鲨鱼的出现吓跑了鱼群 她找不到食物 开始不断绕着铁笼游动 时刻准备发动进攻 幸好有铁笼的保护 妹妹并不担心 她专注地盯着鲨鱼 惊叹于她庞大的体型 可出乎意料的是 绑住铁笼的缆绳突然松动 把姐妹俩下了一大跳 索性铁笼及时稳住 没有坠入海底 姐姐已经被吓坏了 立刻要求船上的人将铁笼拉回去 伴随一声响动 铁笼慢慢上升 即将浮出水面 姐姐这才松了口气 但妹妹意犹未尽 打算等姐姐上去后 独自下前观察鲨鱼 可就在这时 脚盘突然发生故障 铁笼开始急速坠入海中 姐妹俩惊慌失措不停呼救 但通讯器在这紧要关头 失去了信号 他们只能用双手紧紧抓住铁笼 尽量避免受伤 突然铁笼猛地一下停住了下坠 巨大的惯性迫使姐妹俩松开双手 头用立刻在铁笼上 当场昏厥 更绝望的是 懒神也因惯性断裂 铁笼再次下坠 重重地砸在海底 而铁笼的出口也被坠落的吊机挡住 不知过了多久 姐姐被提前醒来的妹妹唤醒 见到眼前的情形 姐姐再也无法淡定惊恐不已 抓着铁笼疯狂喊救命 可通讯器依旧没有信号 她只是在浪费宝贵的氧气 一旁的妹妹意识到情况不妙 急忙抓住姐姐 让她赶紧冷静下来 接着姐妹俩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 想确定一下自己的方位 突然 通讯器里传来了断断续续的声音 妹妹立马意识到 船只应该离他们不远 她立即脱掉了潜水服 准备从铁笼的缝隙中游出去 可养气罩太大 一口气直接取下了氧气罩 从缝隙里钻了出去 强烈的缺氧瞬间让她感到了窒息 赶紧从姐姐手里接过氧气罩 然后按在脸上 大口大口地吸入氧气 直到感觉自己能闯过气来 才摸索着把氧气罩带好 之后她又被弃氧气罐 用尽全身力气 扳开了压在铁笼上的吊机 做完这些后 妹妹开始上浮 她一边游 一边尝试着向船只呼救 漆黑的海洋里 妹妹根本无法确定 鲨鱼在不在附近 她只能放慢游动的速度 避免引起鲨鱼的注意 就这样提心吊胆地 上浮了一段距离后 通讯器里传来了船员的声音 妹妹急忙向船员说明情况 请求他们快点前来救援 上面的船员得知情况后 让她快点回到铁笼里等待救援 避免再次遭到鲨鱼袭击 不料妹妹刚准备回铁笼里 下一秒 妹妹吓得魂都没了 连忙使出浑身力气 疯狂游向铁笼 而鲨鱼紧随其后 妹妹想打开铁笼钻进去 头疼的是出口 却被一条铁链卡住 饥饿的鲨鱼正火速向她冲来 马上就要发起进攻 在危机关头 她用力扯开铁链 蜷缩身体躲过了鲨鱼的力尺 成功钻进了铁笼 然而鲨鱼却从背后袭击 张开血盆大口 咬住铁笼巨大的冲击力 让铁笼不堪重负 出现了明显的裂缝 姐妹俩无处可逃 只能紧紧抱在一起 默默等待死亡的来临 就在这时 鲨鱼突然转身离开 消失在海洋里 死里逃生的姐妹俩松了一口气 庆幸没成鲨鱼的甜点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姐姐发现他们的氧气已经所剩无几 只够坚持20分钟 而妹妹因为剧烈运动 剩下的氧气更少了 这令姐姐再度陷入慌张 就在这时 妹妹突然发现了什么 她急忙上前 看见不远处竟然有一道亮光 两人欣喜若狂 认为是船员来救他们了 姐姐急忙大声呼喊船员过来 可奇怪的是 灯光一直停留在原地 半天都没有动静 妹妹以为是船员听不见 于是用石头敲击铁龙 发出巨大的声响 结果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时一阵低声响起 竟是妹妹的氧气即将见底发出了警报 再不尽快逃出去 就算没有被鲨鱼吞肚子里 也会因为缺氧领和饭 一旁的姐姐思考了许久 做出了大胆的决定 她钻出铁龙 游向那道明亮的灯光 为了避免被鲨鱼发现 姐姐尽量贴着海底前进 然而她刚刚游了不远 通讯器里就传来妹妹焦急的声音 得知消息后 姐姐急忙挥动手臂 奋力向前游去 身后的鲨鱼也在迅速靠近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姐姐游进了一个狭小的洞穴 成功躲过了鲨鱼的袭击 虽然没有受伤 但她被吓得半条命没了 在洞穴内瑟瑟发抖 不停喘着粗气 同时警惕地盯着洞口 生怕鲨鱼再次折返 直到周围彻底安静下来 她才稍微松了口气 准备继续前进 不料下一秒 眼看着鲨鱼的血盆大口 离自己越来越近 姐姐不得不匆忙钻出洞穴 躲在石头后面 全身颤抖 幸运的是 鲨鱼没有发现她 悠然地从她身边游过 尽管如此 姐姐并没有贸然行动 而是决定耐心等待片刻 然而就在这时 警报声突然响起 姐姐的氧气也所剩无几 没有时间再耽搁下去了 姐姐只能壮着胆子继续前进 很快 她跟着那道明亮的光线 游到了一块礁石旁 失望的是 她没有找到船员 只看到一个孤零零的手电筒 姐姐感到事情不妙 赶紧用通讯器联系妹妹 试图告知她这个信息 然而由于距离太远 通讯器无法接通 更糟糕的是 姐姐刚想返回查看情况 却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 她陷入恐慌 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海里打转 突然 姐姐被吓得要死 不停在海里扑腾 想要逃走 却一步都没有前进 就在这时 消失的船员突然出现在她身后 让姐姐回到铁笼里 不料下一秒 突然的袭击吓得姐姐落荒而逃 趴在海底颤抖不已 这时不远处传来了敲击声 她知道这是妹妹在给她指引方向 姐姐刚想游过去 结果船员的尸体突然出现在面前 她被吓得尖叫连连 不停向后退 但她并没有逃走 而是强忍着恐惧 在尸体上摸索 从船员身上找到了脚盘和一把鱼插枪 接着一刻也不敢逗留 火速回到了铁笼旁 然后把脚盘穿过铁笼 牢牢地固定住 然后冒着被鲨鱼袭击的风险上浮 前去通知其他船员收回铁笼 她一路上提心吊胆 生怕受到攻击 幸运的是 鲨鱼似乎已经离开 姐姐有惊无险地和船员取得了联系 接着她赶紧回到铁笼里 和妹妹一起等待上浮 过了一会 伴随着铁链晃动 铁笼开始慢慢上升 马上就能逃出升天 姐妹俩开心极了 却丝毫没有注意到 懒绳已经不堪重负 他们还在兴奋地倒数离海面的深度 直到懒绳猛地崩开 两人才反应过来 急忙通知船员 可谓是已晚 懒绳断裂 天旋地转间 铁笼再次重重坠入海底 这次两人虽然没有昏厥 但糟糕的是 姐姐的右腿被铁笼死死压住 动弹不得 痛得她大喊大叫 妹妹赶紧上前帮忙 想把铁笼抬起来 不料铁笼太重 仅凭她自己根本没法抬起来 更糟糕的是 氧气即将消耗殆尽 他们已经没有更多时间了 这时不远处突然有两个氧气罐沉下来 妹妹赶紧钻出铁笼 游到氧气罐旁边 此时氧气已经耗尽 她赶紧取下背包 卸掉氧气管 准备更换氧气 缺氧使妹妹浑身酸痛 全凭强烈的求生欲苦苦支撑 随着阀门打开 一阵气流声响起 妹妹浑身一颤 仿佛置身于温泉一般舒服 甚至还想在海底睡个觉 幸好姐姐的声音及时响起 唤醒了妹妹 妹妹捡起另一个氧气管 又把别在上面的照明弹收好 朝铁笼游去 然而下一秒 在姐姐尖叫声的伴随下 妹妹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氧气管 孤零零的留在海底 姐姐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贪坐在地上 发出了绝望的哭嚎声 随着时间的流逝 姐姐的氧气即将耗尽 氧气管就在不远处 尽管如此 她无法出去 接着她想到了办法 弯下腰抓住一旁的鱼叉枪 想借此把氧气管勾过来 但她没有注意到 鱼叉枪的扳机被一颗螺栓卡住 随着她的拖转 随时可能会开枪 突然 姐姐用力一扯 扳机从螺栓上滑过 她的手也被划出 深可见骨的伤口 鲜血在海水中弥漫开来 痛得她苦叫连连 但她顾不得处理伤口 小心翼翼取下了鱼叉 用力扔出去 勾住了氧气管 接着她强人手上的巨筒 用力拉动绳索 一点点拖转回来 就在即将成功时 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 她的氧气已经耗尽 面临生死关头 姐姐毫不犹豫 打开了铁笼的出口 但她没有出去 而是竭力伸手 将氧气管拉回铁笼 紧接着她开始更换氧气管 强烈的窒息感 让她头晕目眩 意识渐渐模糊 但她手上的动作没有停下 随着气发拧开 一股浓郁的氧气涌入面罩 姐姐赶紧长吸一口气 缺氧带来的痛苦瞬间瓦解 她感觉浑身舒畅 仿佛置身于家里温暖的床铺 沉沉睡去 在恍惚间 姐姐的通讯器里传来了声音 她迷迷糊糊睁开眼 仔细聆听 惊喜发现是被鲨鱼拖走的妹妹 她成功地逃离了鲨鱼的嘴 然而在交谈中 姐姐得知妹妹受了严重的伤 迫切需要救治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对方 于是一边鼓励妹妹振作 一边把自己的潜水气囊塞到铁笼下面 随着按下开关 气囊膨胀 把铁笼微微抬起 与海底之间产生了缝隙 她尝试着拔出被铁笼压住的右腿 但巨大的摩擦力 硬生生磨出几十厘米的血痕 在海水的刺激下 她感到追星刺骨的剧痛 但她没有在意 因为如今情况刻不容缓 妹妹的声音越来越虚弱 姐姐心急如焚 立刻拿出手电筒出去寻找 可无法确认妹妹的位置 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在海里四处搜寻 突然 姐姐发现了什么 急忙游过去 在一块石头旁 找到了浑身是血的妹妹 情况危急 她顾不上犹豫 立刻抱着妹妹向海面游去 上浮途中 姐姐让妹妹打开照名单 以此防止鲨鱼袭击 自己则尝试联系他们乘坐的渔船 她一路上提心吊胆 生怕游错方向 和渔船错开 幸运的是 在距离海面三十米时 成功联系到了渔船 船员告诉他们需要减压 不然会得减压病 姐姐欣然答应 继续上浮十米后 她停止游动 准备等待五分钟适应压力变化 不料就在这时 赵明蛋突然熄灭 周围变得一片漆黑 姐姐赶紧让妹妹再打开一只 但妹妹因为失血过多 导致浑身无力 赵明蛋从手中滑落 姐姐赶紧把手电筒递给妹妹 自己来打开最后一根赵明蛋 可下一秒 十几只鲨鱼在姐妹俩身边围绕 姐姐被吓坏了 不停挥舞手中的赵明蛋 阻止鲨鱼靠近 可僵持一段时间后 赵明蛋突然熄灭了 鲨鱼开始蠢蠢欲动 情况危急 姐姐顾不得减压 急忙丢掉氧气罐 惊险躲过鲨鱼袭击 带着妹妹奋力朝海面游去 当两人游出海面时 姐姐发现渔船就在前方不远处 她立刻挥舞手臂请求救援 船长看见后 立刻扔出救生圈 让姐妹俩抓住 可就在他们游到跟前时 一只鲨鱼猛的袭击 把姐妹俩拖进海里 锋利的尖牙在姐姐腿上 撕扯出巨大的伤口 姐姐强忍疼痛奋力挣扎 付出半条腿血肉模糊的代价 带着妹妹艰难浮出水面 于船上的人见此情形 赶紧拉动绳索 把姐妹俩拽到船边 眼看马上就要获救 下一秒 鲨鱼一口咬住姐姐半个身子 几乎要把她撕成两半 姐姐不想就这么死去 慌忙用双手死死扣住鲨鱼的眼睛 强迫她放开自己 随后用尽全力游出海面 船上的众人 连忙把她和妹妹拽上船 给他们处理伤口 可奇怪的是 明明伤势如此严重 姐姐却旁若无人地 一直盯着手傻笑 在她眼里 手上不断有鲜血在空中飘散 恍惚间 姐姐眼神一领 再次回到了铁笼里 原来她刚刚的一切经历 都是因为过度夕阳导致 但麻醉产生的幻觉 她根本没有得救 而妹妹在鲨鱼袭击中 已经丧生了 漆黑的海洋里 只剩下姐姐在孤零零一人 索性最后终于等到了救援 富人只要有钱就能永生 而穷人则可以将自己的寿命变现 你敢相信吗 在未来的世界里 有一家科技公司发明了一项 可以提取人类寿命的奇特技术 只要是你觉得活得不耐烦了 或者是你钱包空空没钱花了 就可以直接卖掉自己的生命 而买家自然就是富人 这些寿命能让富人 轻松实现永保青春 所以他们巴布的穷人多卖点命 可人就那么几十年的命 越老的人卖掉生命 就越快见太难 相反年轻人更适合这项技术 于是寿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老马 便忽悠许多穷苦家庭的父母 让他们卖出自家孩子15年的寿命 就能轻松拿到75万美金 这足以让一家人脱贫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凭借出色的忽悠技巧 老马很快就成为了销售冠军 作为职业经理人 他的本质工作就是在社会上 忽悠那些刚刚成年花钱无度的人 让他们用自己的寿命来换取金钱 老马今天又成功交易了 一笔15年寿命的单子 这让他成为了 今年的年度业绩冠军 接着老马便和妻子一起贷款 买了一套豪华公寓 就在他以为生活 即将蒸蒸日上的时候 命运的转折 却让老马和妻子陷入了困境 两人只是出门逛了个街 等回到家楼下市直接傻眼了 谁曾想自己刚买的豪华公寓 莫名其妙地着火 一切瞬间化为乌有 他们不仅没了居住的地方 还被银行要求立刻还钱 不然就要强制执行 他们的抵押物品了 可老马听到抵押物品就猛了 他对此压根毫不知情 原来当初买下这套公寓时 是需要抵押担保 妻子便偷偷瞒着老马 将自己的DNA上交 并且抵押了自己40年的寿命 这才买下了豪华公寓 现在老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家 妻子40年的青春 也要被强行拿走 这无论发生在谁身上 谁都接受不了 于是老马第二天 跑来了公司大厅 在这里等待着一个人 那个人便是这家 寿命公司的女CEO苏菲 老马叫住了对方 表示自己的年度销灌你是否还记得我 当苏菲表示当然记得他之后 老马连忙请求公司贷款给自己 帮自己救一下妻子 见老马救人心切 苏菲也答应了下来 让老马把资料拿过来看看 可老马在公司楼下等了整整三天三夜 始终没有等到苏菲的答复 他想要冲进公司提取受命的部门 却被保安拦住 死死地按在了地上 而老马的妻子此时正身穿病号服 强行捆绑在椅子上 为了防止穷人活得不耐烦 一家公司发明了比支付二维码更快捷的技术 用寿命换取金钱 一年的寿命可以换五万美金 寿命公司的销售一边疯狂忽悠穷人卖命 一边将寿命出售给富人 从而使富人轻松实现永生 作为寿命公司销灌的老马 每天就干着勾当在行 可没成想一场意外 让他发现了寿命公司背后的阴谋 老马和妻子一起贷款买豪华公寓 然而需要担保物品 妻子便用自己40年的寿命进行担保 不料当晚公寓就莫名其妙着火 一切被烧得化为乌有 而妻子40年的青春 因为还不起房贷要被强行夺走 此时公司里提取寿命的部门 将妻子捆绑在椅子上 接着往他后腰处注入了奇怪的三个针孔 以此用来提取他的寿命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之后 妻子被老马接回了家 等到他一觉醒来 惊恐地发现自己瞬间衰老了40岁 虽然老马依旧爱他如初 可是妻子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样的自己 生气地让老马尽快离开自己 老马想要改变这一切 再次来到了公司 在楼下等到了CEO苏菲 就在他想质问苏菲为什么对自己食言时 转过身来的苏菲让他当场傻眼 对方居然意外地年轻了许多 老马察觉不对劲 接下来每天都在对方楼下观察 终于在第三天发现苏菲有新的动向 而且是独自外出 他一路跟随苏菲到了墓园 为了不被发现 老马从墓园的角落里偷偷潜入 然后再找到目标苏菲时 便冲上去打算将其绑走 但让他再次傻眼的是 对方转过身来已然是一个年轻的女生 就在老马大脑当机时 女生开始大声呼救了 老马来不及思考 随即用电击枪将奇迹晕在地 然后在墓园里喷上油漆嫁祸给了 一个反对寿命公司的恐怖组织 接着他找到自己的妻子 并告诉他有办法让他恢复年轻 可让妻子没想到的是 这个方法竟然是绑架 而他们还没开始下一步 寿命公司的武装安保团队就已经 悄无声息地来到他们附近 将此地围的水泄不通 等到安保团队冲进仓库时 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了 原来在此之前 老马早就抛弃了自己的汽车和手机 带着妻子准备好护照坐船起身前往立陶宛 因为他已经联络了 立陶宛的一个私人医疗机构 让他们帮忙收取苏菲的寿命 转移到妻子的体内 这样妻子就能恢复青春了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游客随手拍的一张照片 寿命公司的安保人员就能从大数据中 找到他们的踪迹 就在老马他们的轮船即将靠岗的时候 立陶宛的码头上 已经全是持枪刑警拦车排查了 这下他们该怎么化险为夷呢 年轻漂亮的人妻竟然在一夜之间 变成了皮肤松弛的老嫂子 原因竟是还不起房贷 被强行夺走了40年的寿命 老马不忍看着自己妻子日益消沉 决定绑架夺走妻子寿命的CEO苏菲 然而 他们即将到达立陶宛码头的时候 被立陶宛警方设卡拦截 在绝望之际 他们注意到不远处准备下船的一家人 脑子里蹦出了一个办法 而这个办法便是劫持着无辜的一家人 用他们的小孩作为威胁 让这家人开车带着自己离开 虽然这样的行为很卑鄙 但是为了活命 老马也别无选择 等他们顺利通过了检查后 老马便带着妻子和苏菲来到了立陶宛境内 一分也不敢耽搁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 抓来的苏菲 声称自己是苏菲的女儿巴巴拉 告诉老马她抓错人了 但老马却非常肯定 眼前这个女人在CPU自己 她一定就是苏菲 然而妻子却说 他们不能这样对待无辜的人 如果真的是他们抓错了人的话 必要要放对方离开 可老马并不认同 就算对方真的是苏菲的女儿 既然苏菲能用妻子的寿命 这就说明他女儿的DNA 也是跟妻子匹配的 那妻子也可以使用他女儿的寿命 心善的妻子 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自己使用无辜人的寿命 就在他们意见不合发生争执时 女人借机说要去上厕所 接着趁老马不注意 用松动的钢管打倒了老马 接着捡起了地上的手机 头也不回地向外跑去 没想到他刚刚打通了 自己安保公司的电话 还没说两句 手机就掉进了水里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河水是一处沼泽 随着他的身体渐渐下沉 他慌乱地大喊救命 就在这时 妻子及时赶到用木棍救下了女人 在女人被救回来之后 妻子便看着女人洗澡 发现对方的腰上干干净净 并没有注射器留下来的三个洞孔 也因此妻子更加确信 女人真的不是苏菲 而且苏菲的女儿巴巴拉 妻子回到房间 对老马说自己好害怕 害怕自己这辈子 就真的永远变成了老太婆 以后就没不能和老马白头偕老了 老马答应妻子 一定会帮他找回寿命 等他们折腾了三个小时醒来后 却发现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 用机枪劫持 而与此同时 因为之前女人拨打的电话 被安保公司追踪到了 此时正在赶来的路上 而劫持老马的这群人 竟然是反抗寿命公司的恐怖组织 老马从他们口中 得知了难以置信的真相 他们公寓着火 并不是因为蜡烛短路引起的 而是有人故意纵火 烧毁了他们的公寓 从而让他们还不起贷款 顺理成章地让妻子被强制执行 抽走了四十年的寿命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正是拿走了妻子四十年寿命的苏菲 原来这一切都是苏菲的阴谋 并不是意外 当两人得知了真相后 组织给了他们一个 可以对苏菲报仇的机会 晚一点苏菲的安保团队会把这里包围 到时候老马把苏菲引到大楼里就可以 老马眼看形势比人强 就这样答应了下来 果不其然 没多久苏菲的安保武装部队 就将外面围了起来 而老马将计就计走了出来 表示如果开枪的话 自己屋内的妻子会立刻杀掉人质 现在他只要苏菲出来谈话 没想到苏菲真的在这支武装部队里面 他如今也真的是三十岁左右的少妇 老马要求对方跟自己进去 将寿命还给自己的妻子 不然他的女儿就活不成了 表面冷漠的苏菲在乎女儿安危 就在他真的要跟老马进去时 一旁的女保安突然问老马 你是怎么知道苏菲一定会在车上的 这句话让老马愣在了原地 平时眼疾一流的他 在此刻愣是当机了十秒钟没说话 机警的保安们立马察觉异常 里面肯定有陷阱 就在老马要被干掉时 没想到安保部队的组织卧底 将枪口对准了苏菲 虽然被及时发现 可苏菲还是身中竖枪生死不明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老马匆匆忙忙地跑回了大楼里 压根控制不住外面战火滔天 打算带着妻子和巴巴拉从后面逃走 就在老马去找车钥匙时 巴巴拉对着妻子开枪 可他傻眼的是 这枪里居然没有子弹 妻子也侥幸躲过一劫 他直接抓起巴巴拉的头发将其砸晕 然后准备带着他到预定的地点进行手术 可妻子没想到在开车路上 老马居然同情心泛滥了 两人立场360度大旋转 老马认为他不是苏菲 他们不应该伤害无辜的女孩 可妻子经历了多次生死 以及失去美貌和青春的创伤后 再也不想失去这来之不易的寿命 在两极反转之下 妻子逼迫老马这个显眼包下车 然后带着巴巴拉来到了医生的指定地点 在医生的帮助下 拿走了巴巴拉身上40年的寿命 几个小时之后 妻子开车离开 而孤独的巴巴拉则失魂落魄地 走在阴暗小道上 老马则迎着曙光一路前进 却不知自己的目的地在何方 活着回到家中的巴巴拉 失去了40年的寿命 变成老嫂子 而得到了青春的妻子 现在不但怀孕 还拥有了自己新的家庭 不远处站在山头上目睹一切的老马 默默转身离去 加入了反对寿命公司的革命组织 女人正在湖里准备洗澡 下半身突然一阵不适 似乎有东西钻进了裤裆里 她急忙向一旁的男人求助 男人小心翼翼地走近 此时女人身体僵硬完全不敢动 男人只能尝试伸手去摸 趁女人不注意 偷偷露出坏笑 但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手忙脚乱地将抓到的蛇扔掉 原本两个毫不相干的人流落荒岛 这次意外让两人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女人曾是一个时尚杂志的编辑 三天前她答应了男友的求婚 为了庆祝 男友还制定了六天七夜的小岛蜜月旅行 可还没开心两天 女人就接到了公司要求她加班的电话 无奈之下女人只好改变计划 独自乘坐岛上的小型飞机返回公司 谁知半路上下起雷电 闪电击中飞机 直接破坏了飞机上的无线电 无法联系到塔台 很快在茫茫大海上空失去方向 机长奎因打算在不远处的荒岛降落 但在飞机降落的过程中 飞机的一侧起落架被严实折断 飞机失控扎进沙滩 彻底失去动力 第二天 两人才发现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 就连手机也没有一丁点信号 如今离开小岛的唯一办法 或许就只有这把信号枪 次日一早 罗平被一阵飞机的轰鸣声吵醒 他急忙叫醒奎因准备发射信号枪 谁知奎因却喝得烂醉 半天都没有反应 无奈之下 罗平只能掏出奎因腰间的信号枪 但就在他准备发射的过程中 烂醉的奎因一个转身半倒罗平 信号弹偏离方向打到了一旁的树上 罗平气得骂骂咧咧 奎因才半睡半醒的起来 当他看到空空如也的弹甲 和莫名躺枪的棕榈树 彻底清醒了 在他对罗平的行为表示不解时 罗平反过来责怪他 因为烂醉错过了获救的机会 不看不要紧 一看奎因差点吐血身亡 那可是一架时速600公里 飞行高度高达5英尺的喷气客机 就算核弹爆炸 他们都不一定看得到 奎因大骂罗平 就是个娇生惯养且无知的大小姐 而罗平却觉得是他这个三流飞行员 才导致他们流落荒岛 双方互相把对方看成显眼包 但又不得不一起外出寻找淡水 毕竟失去唯一求救工具的他们 不知道还要被困在这里多久 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罗平渐渐发现 奎因起码是个实实在在做事的男人 跟着他应该不至于饿死在这里 而罗平虽然总是叽叽喳喳 但也给生活单调的奎因带来了一丝乐趣 身为时尚编辑的罗平 流落荒岛也不能忘记打扮自己 而奎因则一心研究如何生存 辛苦了大半天 将自己裹成了一个粽子 罗平感到疑惑 奎因表示他这是要引诱前面的绿毛鸡 罗平却认为绿毛鸡那么好看 怎么能用来吃 但当奎因将香甜可口的果酱 撒在金黄酥脆的绿毛鸡上时 罗平却换衣服面孔 扭扭捏捏地走上前 靠近烤鸡仔细闻了一口 奎因不想与他计较 递给了罗平一根最大的鸡腿 哎呀妈真香 饱餐一顿后 两人站在海边欣赏一番城市里 未曾看到过的满天星空 瞬间感觉被流落荒岛也并没有很糟糕 此时在酒店里 罗平的未婚夫和奎因的未婚妻 终于收到了两人失踪的消息 酒店很快派出直升飞机 准备带两人出海搜救 孤男寡女被困在四面环海的荒岛 地图上压根没有显示这座岛 这就意味着 他们被搜救队发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两人陷入绝望时 另一边出现的一艘游轮吸引了他们注意 幸运的是游轮还在准备下毛 可不幸的是 他们已经浪费了手里唯一的信号枪 两人只得徒步下山 奋力划着皮划艇去求救 愣是在海面上飘了一夜 眼看离目标越来越近 女人惊讶地发现游轮竟然变成了两艘 男人拿过望远镜一看 他们准备求救的游轮上全是海盗 男人立马制止了女人的喊叫 调转皮艇方向 拼命往返方向划去 女人一看才发现海盗们简直惨无人道 男人拼命划着皮艇 不过皮艇鲜艳的外表还是引起了海盗的注意 而且女人正好和海盗来了一个对视 男人使出浑身解数 可三名持枪歹徒乘坐的是燃油的皮划艇 对方来势汹汹 一旦被抓到 他们肯定会死 眼看即将靠岸 海盗直接拿起机枪开始疯狂扫射 为了保密 两人弃船跳进大海 好不容易游到岸边 海盗也紧随气候追了上来 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 奎英指使罗平躲到另一边 自己则留下准备用陷阱正面抵抗 好在奎英伸手还算不错 两个海盗很快被打倒 罗平健壮也抄起木棍开始攻击海盗 但他们忘了对方是三个人 罗平被挟持后 奎英也被迅速制服 就在海盗准备宰了他们时 罗平说他们在岛上发现了黄金 他们两口子正是为那些黄金而来 显然 这只是一个拖延的借口 在两人带着海盗去找黄金的路上 趁其不备滚下山坡 又获得了短暂喘息的机会 但很快他们就被逼到了一处悬崖边 似乎只有跳下去才能驳得一线生机 罗平却十分害怕 奎英健壮直接给了罗平一个吻 然后趁其不备 一把将罗平推下悬崖 紧跟着自己也跳了下去 成功从海盗眼皮底下逃走 另一边 迟迟没有未婚妻消息的男人一直闷闷不乐 殊不知 大难不死的未婚妻 在经历过一次生死冒险后 心里对奎英有了异样倾诉 只是两人还算理智 虽然暂时躲过了海盗的追击 但他们必须尽快想办法离开荒岛 途中两人发现了一架遗落在树林里的飞机 但显然飞机已经跟大树融为一体 没有修复的可能 不过这里可以作为暂时歇脚的地方 白天两人都经历了这辈子没经历过的遭遇 晚上好不容易回归了平静 但两人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只是两个人都明白 尤其是罗平 前不久才答应了未婚夫的求婚 但让罗平没想到的是 未婚夫在和奎英的女友 一起搜寻他们的过程中 率先没抵挡住诱惑给他戴了帽子 而被困荒岛里的两人互相依靠 奎英突然发现了可能离开荒岛的办法 孤男寡女被困荒岛 男人想利用已经和大树融为一体 荒废在这里50年的飞机逃出荒岛 第二天 女人飞一声巨小惊喜 发现男人自信地爬到荒废的飞机上 经历几天的相处 罗平相信这个奎英可以做到 很快 废弃飞机上的两个浮筒被卸了下来 两人将他们放进水中艰难拖行 这是他们现在唯一能逃出荒岛的希望 但渐渐地 河道变窄 形成了一段又一段的瀑布 虽然他们必须经过这条河道 才能将沉重的浮筒运到指定位置 但面临着危险 奎英率先带着其中一根浮筒下水 然而在湍急的水流和陡峭的坡度下 浮筒失控 不料奎英忘了牵引浮筒的绳子 还挂在脖子上 他连通浮筒一起被水质冲到下游 罗平焦急地查看奎英的情况 好在下游的河水足够深 奎英很快平安地探出脑袋 在奎英的经验指导下 两人顺利拖着浮筒来到了海滩 他们来时乘坐的飞机发生故障 一侧起落架折断 致使飞机无法起飞 但有了这两根浮筒 奎英信心满满 罗平也干尽失足 两人利用砍来的树枝做支架 然后将绳子穿过支架 绑在飞机的机翼上 通过收缩绳子的工具 将陷入沙滩里的一侧机翼抬了起来 紧接着 两人又找来无数竹筒 在飞机的起落架底下挖出一个大坑 然后将浮筒放入大坑 两人越干越有劲 仿佛离开荒岛的曙光就在眼前 飞机的起落架被正好卡进浮筒 再在飞机上凿开几个洞 穿过提前绑好的竹筒 很快 一架能在海上起飞的飞机出现出行 但在两人调整部分细节时 突然听到了一阵异响 紧接着一声炸弹在身后爆炸 原来是先前没有抓到他们的海盗重新折返 两人来不及做其他调整 海盗一副要将他们赶尽杀绝的嘴脸 一枚接一枚的炸弹朝他们发射 奎音不幸被擦伤 罗平连忙将他扶上飞机 但海盗仍旧持续不断地朝他们轰炸 看到飞机成功被启动 海盗老大气不过准备亲自上手 但飞机已经进入水中 正在加速朝海盗所在的方向驶来 海盗的导弹也已经上膛 飞机上的两人拼尽全力拉动操纵杆 再距海盗船还有100米的地方成功起飞 海盗发射出来的导弹与他们擦肩而过 但海盗们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 两人成功逃离荒岛 但奎音知道他可能无法坚持到着陆 紧急给罗平培训飞机驾驶技术 现实情况也容不得罗平拒绝 殊不知 久久没有两人消息的家属 已经开始举行葬礼仪式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飞机的轰鸣声 罗平成功驾驶飞机回到度假的小岛 但如何平安降落成了关键问题 罗平努力回想奎音昏迷前交代的步骤 可毕竟是第一次开飞机 在接触到海面的一瞬间 飞机就失去控制 不过好在飞机的下方装了服桶 两人也算是平安着陆 虽然两人成功得救 但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他们眼前 两人各自都有另一半在等着他们回家 不过在他们流落荒岛期间 他们的家属之间也发生了一些意外 在岛上休养的这段时间 罗平终于下定决心 准备跟未婚夫坦白 他觉得两个人之间一旦有了阴影就不能结婚 未婚夫还以为自己的背叛被发现 他努力跟罗平解释他那天完全是意识冲动 可罗平却一连猛 两个人这才发现 原本是婚前蜜月的旅行 却让他们各自在途中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合适的人 两人心平气和地成全了对方 直到罗平即将离开时 奎英也意识到他是心知所向 他带伤在机场上狂追 可罗平搭乘的飞机已经起航 就在他以为就这么错过时 罗平从飞机上走了下来 两人从此过上没羞没骚的生活 女人花五千块钱买下三十条便宜苦茶子 用力擦拭着腋下的糊臭 可他觉得味道不够上头 直接塞进了三十年没洗的鞋子里 充分熏陶后 女人才满意地把这些仙气飘飘的苦茶子打包 发给全国各地的变态 而这便是女人的工作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恶心 可这是女人凯蒂唯一的经济来源 香港在疫情肆虐的三年里 各行各业都遭受了重创 工厂停业 餐饮歇业 无数失业的人才想要口饭吃 更别说凯蒂这个身无一技之长的单亲妈妈 她才二十岁出头 就有了个七岁大的女儿 当初涉事卫生的她交了个男友 不料对方把她肚子搞大后就跑了 为了把女儿抚养长大 凯蒂和父母都闹翻了 选择了离家出走 从此靠打零工和小偷小摸来维持生计 可随着疫情的到来 凯蒂的生活彻底陷入了绝境 所有地方都停工停业 她不得不带着女儿挤在狭小的地下室里 整天每天忍受饥饿之苦 好在过了不久 她之前联系的清洁公司忽然给了回应 这是三个月来凯蒂第一次找到工作 她马不停蹄找了过去 谁知开门的竟是一个拉里拉遢的中年男人 对方看凯蒂太过年轻 想都没想就准备关门送客 为了女儿能吃上饭 凯蒂低声下气的拼命恳求 看到她诚恳的眼神 善良的窄哥最终还是心软答应了下来 只是窄哥的日子也不容易 人到中年却依旧没有成家 父亲早逝后 他便独自照料体弱多病的母亲 还要在疫情的冲击下 艰难经营着这家不大的清洁公司 然而 随着日益收紧的管控 货物运输也成了难题 消毒液等清洁成本水涨船高 眼看辛苦经营的公司就要面临破产 窄哥不得不像个陀螺一样 逼着自己不停忙碌 但即使这样 她依旧答应让不太信任的凯蒂过来帮忙 虽然一单200块的酬劳并不高 却解了凯蒂的燃眉之急 为此 凯蒂干起活来总是格外卖力 她能细心又快速地完成 窄哥交代的所有任务 看到男人腰病复发后 也会殷勤地给她找来高药帮她贴好 在凯蒂的帮助下 窄哥终于轻松了不少 甚至开始庆幸当初留下了对方 就当她要对凯蒂建立起信任时 不料这晚在便利店门口 她居然意外看到凯蒂母女正在偷东西 虽然只是几个冰激凌 却这触犯了行业大忌 窄哥有些震惊 但更多的还是失望 虽然她知道母女俩生活不易 最终也没有选择揭穿 然而这件事却成了窄哥心里的一根刺 她一边对凯蒂愈发防备 一边又忍不住告诉自己 对方只是生活所迫 不得已而为 只是她万万没想到 女人的恶系会害得自己一无所有 女人掏出墨喜的苦茶子 放在有糊臭的叶下疯狂摩擦 觉得味道还不够上头 又将其塞进常年没洗的球鞋里 让味道变得相当有层次 直冲天灵盖 凯蒂恶心地几乎要晕过去 可她的客户偏偏就喜欢闻这些味道 根据地址一个个邮寄过去后 凯蒂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 然而这些钱根本不够 她和女儿生活几天 在香港长达三年的疫情一脉下 她只能跑去做清洁工 赚一点微薄的工资 这次是一栋豪华公寓 站在阳台上 就能俯瞰湘江最美的景色 凯蒂干得很是起劲 结果一抬头看见柜子上 居然摆满了儿童口罩 要知道 这在疫情期间可是珍贵物资 就算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 一想到整天跟着自己 东奔西跑的女儿 凯蒂顿时起了歪心思 最终还是没能忍住 劝着窄哥不注意 偷偷拿走了三合 然而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所犯的错误竟会连累到窄哥 客户很快就察觉到东西丢失 要求公司赔偿 窄哥有苦难言 只能自掏腰包稀释宁远 她知道这件事和凯蒂绝对脱不了关系 当晚便急匆匆找上门来 更让她意外的是 一向表现良好的凯蒂 竟然无理取闹了起来 她干什么可以 打一整箱整箱口罩团在那儿呢 她打得晒吗 人家真金白人买的 又不是偷不是抢 你自己穷可以搞够人 我拿个两三个口罩 怎么搞够她啊 我小朋友没口罩 怎么算啊 等死啊 哦 穷就等死 是不是这样啊 我当人人偎 帮你顶着这件事 我连我熟客都没了 这个世界黑人 不等于做黑人 凯蒂一副我穷我没错 错的是有钱人的态度 让窄哥无比失望 他不想再跟对方争吵 当即辞退了对方 转头离开 可刚走到街上 就看见一对父母正在给女儿换口罩 即使用着的口罩依旧崭新 却还是被他们直接扔到了地上 窄哥看得顿感心酸 想起凯蒂连这些被丢掉的口罩都买不起 剑步得人间疾苦的他 心又一次软了下来 决定再给凯蒂一次机会 我不管你乱成是怎样 不过跟我做事 手脚一定要干净 行不行 行 为了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凯蒂干起活来更加卖力 他再也不敢说谎骗人 干那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而窄哥看着对方的转变也愈发欣慰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们总是一起给客户做清洁服务 一起吃饭 一起带着女儿玩耍 就像朋友那样相处得十分融洽 而凯蒂也终于向窄哥敞开心扉 说出自己曾经的经历 也许是因为同情 也许是多日来的相处滋生了感情 窄哥对凯蒂的感觉越来越特别 尤其是有一天 两人上门做清洁时 凯蒂意外捡到了客户的百万手表 他想都没想就交还给了对方 最终不但获得了客户的夸赞 还得到了窄哥多给的二百块奖励 看着靠劳动换来的钱 凯蒂既兴奋又激动 他决定凭借自己的双手 给女儿更好的生活 而不是继续偷偷摸摸 因为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 只有以身作则 才能正确引导孩子 与此同时 他和窄哥的关系也愈发暧昧 日复一日的相处 让他们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可偏偏就在这时 窄哥的母亲忽然因病去世 原本坚强的男人 在得到消息时 却哭得像个孩子 凯蒂只能守在对方身边细心安慰 紧接着自告奋勇看好公司 让窄哥回去料理丧事 可他乱乱没想到 自己竟然捅下了天大的娄子 担心母亲前去应聘清洁工 一上来就遭到老板的嫌弃 有没有做过的 有啊 然而老板显然不相信 想要关门谢客 你是几位啊 试着三个公司啊 说明啊 不过去马费 一共二百 单纯的女人以为干这行很轻松 上手后才发现这是最脏最累的工作 但为了赚钱养活女儿 她还是不得不咬牙坚持 除了平时要做清洁工作 还要每天熬夜赶工分装清洁剂 女儿看到母亲辛苦 主动帮忙分担 然而一不小心把清洁剂撒得到处都是 由于这些清洁剂价格昂贵 而且在市面上早就卖断货 更雪上加霜的是 疫情期间物流不变 想要赶上进度无疑是痴人说梦 无奈之下 凯蒂只好用普通清洁剂应付 抱着一丝侥幸心里 自作聪明的决定 会害得让窄哥一无所有 此时窄哥刚刚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回到公司 海关立马就找上门 表示有人举报他的公司使用假冒产品 需要上门搜查取证 窄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头雾水地接受了调查 但很快就发现一旁的凯蒂神情紧张 欲言又止止言又欲 窄哥瞬间明白了一切 心里油然而生不祥的预感 然而在危机关头 他还是选择了保护凯蒂 主动站出来承担所有责任 不久后 窄哥被人告上了法庭 强行扣上了无良奸商的帽子 在网络上遭到众人攻击谩骂 他为了偿还所有欠款 不得不忍痛卖掉了公司和心爱的汽车 为了维持生计找一份保安的工作 每天浑浑饿饿过日子 在此之前 他曾找过凯蒂 希望他能够站出来说出真相 可对方却怯懦地流着眼泪 什么都不肯说出事情 只是向他一个劲的道歉 随后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深夜 偷偷带着女儿离开了这里 当窄哥再次见到他时 是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网吧里 他已经身无分文 只好一边在网吧里打扫卫生 一边带着女儿借助 吵闹凌乱的环境 让善良的窄哥看着心疼 他气不过 将凯蒂女儿拉到了外面 长久挤压的苦闷在这一刻爆发 对着凯蒂一痛则骂 凯蒂垂着头不敢说话 可女儿看到妈妈被骂 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看着可气又可怜的母女俩 窄哥没在撒气 将手头仅剩的几万存款 全部送给了他们 希望他们能渡过难关走上正轨 凯蒂也终于意识到自己错得多荒谬 立即寻找了一份正经工作 决心好好抚养女儿 虽然疫情困扰 但她仍抱有希望 相信美好的明天终将来临 毕竟疫情终将结束 困难总有过去的那一天 只要心怀希望 就一定能迎来美好的明天 性格极其强势的女人 命运究竟有多悲惨 十年前 她亲眼目睹了丈夫出柜的一幕 悲愤交加下 她做出了一生中最后悔的决定 我要拒保 明居楼 逃人贫困20楼房间 有人在满淫嫖娼 正是这通电话 拉开了她悲惨人生的序幕 在回家的出租车上 女人伤心欲绝 大姐 你毛的事吧 我老公只在搞别的理论 你做我们的事 女人想不明白 一向言听计从的丈夫 为什么会如此背叛她 她找到了闺蜜诉苦 男人都是这样的钱 我无量条件事不好 可凭我的章想 罪我的人不少 她有个想法人 是她的夫妻 她被摩斯不好好逮我 还要我好好逮她 然而闺蜜没有同情她的遭遇 反而开始指责她 说起购物皮划 一家人了 你海乡里人乡人 真人子啊 我告诉你 骂学物 是被你比得这套楼高的壳堤 闺蜜之所以这样说 是有原因的 女人虽然是城里人 却没文化 下岗后只能在街头摆摊卖东西 久而久之 她的性格变得泼辣强势 责心的东西 那个答案是好意思啊 而她的丈夫却是个 从农村考进城的高材生 不仅成为了厂办主任 还分得了一套新房 然而她性格懦弱 是个彻头彻尾的气管员 搬家的这天 女人因为价格问题 和搬家工人争吵 女人自知理亏 想让丈夫出面说几句 可丈夫却为首畏畏不露面 见惯了丈夫窝囊 女人也只能痛骂几句 搬完家后 丈夫给工人发烟 还让儿子下楼买汽水 尽管丈夫颜面尽失 但她大气也没出一声 显然 对于这样的情形 她早已司空见惯 工人们对她表示了同情 我们虽然下体力 干臭 但我的老婆都还蛮行的 她过得比你舒服多了 我看得出来 在外头 没等丈夫回话 女人就骂骂咧咧追了出来 当晚 女人准备了一桌好菜 庆祝搬新家 丈夫却低着头 一直闷闷不乐 也许是受了工人白天的话的影响 经过片刻的沉默 丈夫终于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女人起初没有当回事 但从那一天开始 丈夫越来越少回家 不是加班就是应酬 回到家里 她也是一个人睡沙发 面对丈夫的决绝 女人开始感到慌张 她放下往日的高傲 放下身段 努力讨好丈夫 甚至还低声下气 为她洗脚 然而丈夫并不领情 女人又搬出孩子当救兵 可这一切只让丈夫对她更加反感 见丈夫离异已绝 女人气脑的原形毕露 将所有的怒火都宣泄在儿子身上 丈夫的内心压抑到了极点 妻子多年来的强势刻薄 已经让她心里焦脆 而此刻 厂里的美女同事向她示爱 在温柔闲静的女人面前 丈夫仿佛重新找回了自信 变得意气风发 这天 女人突然接到丈夫的电话 称晚上要加班接待领导 明当女人察觉到一丝异常 早早来到丈夫工厂门口进行监视 一路尾随 最终她发现了丈夫的丑事 一气之下选择报警报复 丈夫被抓后影响恶劣 厂里立即罢免了她的主任职务 女人却假装大度原谅了她 从那时起 丈夫深感内疚 再也没有提过离婚 但女人错误地以为 抓住了丈夫的把柄 变得肆无忌惮 甚至当着外人的面嘲讽她 丈夫无力反驳 只能更加沉默 幸好儿子察觉到父亲的难堪 女人的行为就连闺蜜都看不下去 女人却置若罔闻 她没有意识到 这种行为将丈夫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这一天 因为老家的房子被拆迁 婆婆不得不来城里投靠儿子 这激怒了女人 她在电梯里甩脸色 即使丈夫低声下气讨好 想让她在老人家面前给点面子 女人依旧不为所动 一进房间 女人立即发泄怒火 不想让儿子难堪 婆婆拿着行李黯然离开 无处可去 只能独自坐在台阶上抹泪 最终还是孙子找回了奶奶 看着不停啜泣的老人 女人也很不下心再多说什么 默默搬出折叠床给婆婆睡 这时的丈夫面如死灰 心中充满了无力感 为了宣泄内心的郁闷 再次找到了同事 想和对方于情未了 眼看男人没了主任职务 同事不再保持娇媚 不想搭理她 最终 真情流露却只得到 对方复杂的浅笑 后来 没有人知道丈夫又听到了什么 他茫然地来到了工厂 却又接到了一个坏消息 由于之前的事情对他的影响 他被列入了下岛名单 一瞬间爱情和工作都没有了 离开时 他走得格外失魂落魄 过了不久后 女人在警局接到噩耗 今天中午 有个人调了耳朵 起初女人并不相信 直到对方递来一封湿漉漉的遗书 人生真是痛苦 有些事情 我不发面得 老梁 小宝 对不起 遗书上有对母亲充满愧疚 对儿子充满歉意 唯独对陪伴了十几年的妻子只字不提 那刻意的刘白 仿佛在默默诉说着无尽的怨恨 葬礼上 婆婆伤心欲绝 儿子也冲上来奋力发泄 你放我 你放我 然而女人始终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我三思不得为她哭 我想不清 好不容易半了新武 一孩子说离婚 一孩子漂了江 闺蜜劝女人为了生活早日代价 但一生要强的女人怎么会屈服 我得教我的五三人 为了担负其养家的责任 女人辞去了轻松的卖货工作 毅然决然地做起扁担课 每个晚上 她会将赚到的钱如数上交 如此辛苦付出 却没有换来婆婆和儿子的一丝体谅 儿子小宝甚至公然和她作对 把父亲的照片摆在女人床头 女人看到后没有像以前一样大发雷霆 只是默默地收起了照片 含泪将那份苦涩埋在心底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女人没有一句怨言 默默地挑着扁担走机串响 用瘦弱的肩膀支撑着整个家庭 时光匆匆流逝 转眼已经过去十年 曾经容貌娇好的女人 现在早已是头发苍白的老嫂子 幸好操劳半生的她 终于用汗水将儿子送进了重点高中 拿着儿子的成绩单 女人觉得即使再辛苦也值得 然而十多年的岁月沉淀 依旧无法抚平儿子内心的怨恨 这天婆婆叫来了女人 语众心长地告诉她 女人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然后匆匆回到了房间 多年来生活的重担 已经磨去了她内心的锋芒 眼看儿子高考在即 女人难得休息几天想在家照顾儿子 可婆婆却说她在家只会影响孩子心情 无奈之下 女人不得不离开 她来到朋友的家 朋友曾经在女人卖货的市场担任管理员 她对女人一直有好感 后来和别人打架蹲了十年牢 不久前刚刚出狱 听说女人没有去想 于是热情地收留了她 这个晚上女人正在帮助受伤的朋友擦背 谁知儿子突然找上门来 看着女人从床上下来 儿子感到恶心 朋友忍不住出手教育 两人当即扭打在一起 可学生怎能是社会老炮的对手 小宝很快就被按在地上遭到毒打 看到眼前的场景 护子心切的女人随手抄起酒瓶 楼下的伙伴听到声音赶了过来 女人紧紧护住儿子 生怕她受到丝毫伤害 幸好朋友没有为难母子俩 让他们安全离开了现场 大雨中 女人不断地哭着向儿子道歉 幸好儿子没有因为这是影响发挥 反而荣登全是状元 工友们都向女人表示祝贺 说她马上要享福了 这一天 儿子破天荒第一次邀请女人回家吃饭 女人的脸上洋溢着欢愉的笑容 以为自己多年的付出得到回报 然而儿子首先拿出父亲的遗诏 倒上一杯酒 女人顿感五雷轰顶 无法相信自己十年来的辛勤付出 居然换来了这样的结局 女人不愿让局势变得更加难堪 将儿子叫到了天台 生平第一次打了她 多年沉默的儿子终于说出了内心的怨恨 照片上的女人竟然是丈夫的同事 原来这张照片 是她无意间从父亲的书里找到的 多年来 儿子一直想揭开父亲自杀的真相 她费尽心思找到了同事 才了解到父亲在跳江前确实找过她 那一天同事告诉丈夫 两人在宾馆之所以被抓 是有人打电话举报的 而举报人就是她自己的妻子宝丽 随后丈夫浑浑噩噩的去宾馆求证 真的验证了同事的话 原来将自己一步步逼向深渊的 居然是朝夕相伴的枕边缘 在绝望和愤怒的无法释怀中 丈夫选择了跳江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了解真相的女人如遭五雷轰顶 她的眼神躲闪 颤抖着一步步退后 女人亮亮呛呛地走下楼 无法相信竟然是自己 压垮了丈夫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一刻 要强了半辈子的女人终于崩溃了 她跌跌撞撞来到江边 把她隐忍多年的泪水肆意挥洒 在丈夫跳江的那座大桥上 女人的状态与当年的丈夫如出一辙 迷失又茫然 此刻正值毕业季 学生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江边庆祝 女人望着生腾的烟花出神 她突然意识到 她从未拥有过如烟花绚烂的生活 半生都在与亲人的争吵 猜忌和怨恨中虚度 沉思时 一个孩子走了过来 女人拿起相机 在孩子们满怀激动的神情中按下了快门 没有人注意到她眼角的泪痕 也没有人在意这个才四世出头的中年妇女 为何如此苍老憔悴 看着孩子们充满青春活力的样子 女人突然释然了 如果她像丈夫一样走上绝路 儿子的后半生或许也会深陷愧疚和痛苦之中 在江边坐了整整一夜后 女人回到了家 婆婆终于拿到了期待已久的房产证 看那天小宝有时间 各班和国务搜寻 女人一边整理行李 一边喃喃自语 我这个女孩 好像从没像别的女孩那样 疯啊 笑啊 亡啊 好像心里压了个屎一样的 强多女孩 那时候我走以后 可能像别的女孩那样高兴 两晚 叫我做模式都可怜 单结心力中为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 女人默默挑起那只养了十年家的扁担 终于离开这个让她万箭穿心的家 她以为剩下的日子只能孤独过活 不成想朋友听说了她的事 早早后在了楼下 影片万箭穿心到这里就结束了 故事里哪个剧情就触动你呢 因为男友想看自己的私照 女孩头脑一热整理衣服摆好姿势 找到最佳角度一顿猛拍 然后挑选最完美的一张照片发给男友 这是2023芯片亲爱的爱丽丝 讲述了20多岁的女孩被男友破的故事 充分展现了被操纵者的状态 女孩名叫爱丽丝 下班后和许久未见的闺蜜相聚在酒吧 这本是一个就有重聚的开心时刻 闺蜜们都打算一醉方休 而爱丽丝却拒绝喝酒 只点了一杯汽水 闺蜜们都察觉到服务员对爱丽丝有意思 但爱丽丝让他们不要瞎说 因为她已经交了男朋友 几人正在聊天时 爱丽丝收到一条短信 她急忙来到卫生间 只因为男朋友想要立即看到她最美的照片 爱丽丝将手机对准自己的胸膛 摆好姿势 反复整理衣服并寻找最佳角度 最终选择了一张完美的照片发给男友 然后早早地和朋友告别 回家的路上她心里忐忑不安 不敢告诉男友晚上和闺蜜在聚会 生怕她会因为她回家太晚 又带有一身酒气而大发雷霆 她不停地用手指搅动头发 任凭发丝将关节乐的充血发子 极度的紧张让她感不到疼痛 她捏手捏脚回到家 发现男友还没回来急忙换上睡衣 却在大衣口袋里 找到服务员留下的电话号码小纸条 爱丽丝慌忙将其放在水龙头下冲洗 直到字条彻底粉碎才松口气 这仿佛自己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一样 第二天清晨 爱丽丝早早地起床来到化妆镜前 开始打扮自己 刮毛 卷发 护理肌肤 化妆 一整套流程 已经成为她每天早上起床的必修课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男友总是嫌弃 她起床睡眼惺忪过于憔悴 男友提倡空膛生活 爱丽丝严格执行 在等待男友买早餐的时候 爱丽丝在窗外反复练习她要对男友说的话 接着告诉她自己工作很忙 几天后要出差 对方的态度恰如她所预料的那样 这个男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要求爱丽丝一切以她为重 可惜爱丽丝还一直认为是 自己不够替男友着想 将所有不愉快都归咎于自己身上 当晚 男友的话展上 爱丽丝邀请闺蜜前来参观 对方询问爱丽丝是否向男友提过 要外出度假的事情 然而事实上 爱丽丝根本没有勇气明确表达 而是用出差的理由企图蒙混过关 话展结束后 男友垂头丧气地坐在床边 闭脸痛苦 原因是她嫌弃今天到场人数太少 来的都不是什么大人物 爱丽丝急忙安慰她 事后 爱丽丝独自一人坐在马桶上沉思 明天她将和闺蜜外出几天庆祝生日 她为欺骗男友而感到自责 甚至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她的背叛 她不停地用手指搅动头发 任凭发丝将头皮勒得冲血发子 最后将成促的头发一拽而下 再揉成团 反反复复 第二天 爱丽丝买了自己最爱的咖啡 和闺蜜分享 并踏上前往度假小屋的路途 一路风景如画 她的脸上再次绽放久违的发子内心的笑容 已经不记得上一次如此开心是什么时候了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她收到了男友的一条短信 再次让她心事重重 她看向窗外 脑海中不断浮现男友 在她信心十足时的打击 挑拨她和闺蜜的关系 甚至禁止她和任何异性接触 爱丽丝心中有一种感觉 她似乎正在瓦解自己的自我认知 逐渐失去自我 尽管如此 爱丽丝还在尽力设法改变自己 以此迎合那处处为自己着想的男友 她每天都活在极度敏感的状态中 两个闺蜜之间的亲密 在她看来似乎在孤立自己 爱丽丝敏感地抛下朋友出门 注意到门上张贴的寻人启示 这时她明白是自己多疑了 他们说的不是自己 几人终于赶在天黑前抵达小屋 这里是其中一位闺蜜小白而食的住所 承载着他们幼时的美好记忆 爱丽丝和两个闺蜜相识20多年 每年都会找机会来此度假 此次就是为了庆祝小白的35岁生日 餐桌上几人聊着成人话题 在向往自由和平等的两位闺蜜眼中 爱丽丝对于爱情的看法有些偏执而刻意 她因为男友而不能与任何异性接触 两人不敢相信爱丽丝竟有如此想法 她觉察到两人的神情怪异 爱丽丝不再言语 晚上两人泡在超大浴缸里 爱丽丝却坐在角落不愿下水 只是客气地与两人交谈 回到房间后 爱丽丝带上了床头柜上许久未见的小发卡 但下一秒手机响了 是男友发来的短信 爱丽丝只能拿起手机对准锁骨 拍了一张美照发过去 女孩被男友长期精神控制 因为对方想看私照 她必须立即配合 无论何时何地 而且不能有私人时间 不能和除了男友以外的人接触 即便是异地 男友半夜发的消息也必须秒回 这样的生活让爱丽丝逐渐失去自我 可她仍觉得是自己不够替男友着想 想和闺蜜玩两天 她都不敢和男友说实话 而是用出差的借口蒙混过关 看到两个闺蜜正在玩得兴高采烈 爱丽丝却是保持距离不主动搭话 听到两个闺蜜称她为绯闻女孩 她急忙询问原因 原来她的造型 还和十年前电视剧里女主角一样毫无新意 爱丽丝急忙来到卫生间 查看自己的造型 这时手机再次响了 又是男友发来的短信 爱丽丝借口工作繁忙必须回去 但两个闺蜜知道 他们都请了两周的假期参加这场聚会 当晚三人不欢而散 爱丽丝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过分 便给男友发消息说自己不能离开 小黑也过来劝说爱丽丝 她为了给小白一个惊喜 买了烟花 并告诉爱丽丝 35岁生日对小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生日 她需要朋友陪伴 第二天一大早 爱丽丝离开了小屋 脑海中无数次出现 男友要求她远离闺蜜的画面 爱丽丝始终没有想清楚自己该怎么办 回到家中正好遇到小黑和小白 小黑见状急忙喊住爱丽丝帮忙劈柴 看着小黑一锤下去 爱丽丝感觉很过瘾 也试着学着小黑的样子劈了一下 然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谁都能看出她心情郁闷无法排解 小黑也帮不上忙 只能任由她进行发现 接着两人开始做肉桂卷 为小白的生日做准备 看着小黑一勺接一勺的洒糖 爱丽丝忍不住提醒说糖吃多了不好 但小黑却说像爱丽丝这样一点糖都不吃 会导致营养失衡 这句话不知道触动了爱丽丝心中的哪根刺 她竟抓起一旁的蓝莓干使劲塞进嘴里 爱丽丝冲到外面接通男友的电话 对方说话加枪带棒 指责爱丽丝欺骗了她 原来男友通过查看爱丽丝的邮件 发现她并没有外出公干 而是和闺蜜一起前往度假小屋 商人的话张口就说了出来 爱丽丝回到房间 立即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第二天一早离开 她听到小白在外面说她的性情大变 于是她开始反思 但脑海里浮现的却总是男友的脸 她总是以亲爱的爱丽丝开头 自以为是的对她说一些所谓的帮助性话语 试图操控她 爱丽丝又开始抓住后脑勺的碎法 用手指不停搅动 尽管头皮已经发红 天一亮 爱丽丝准备离开 却到处找不到自己的手机和钱包 她质问是不是小黑藏起来了 小白告诉她小黑去了商店 现在小屋里只剩他们两人 大家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好好谈谈 因为小白不想失去一个至交好友 看着爱丽丝仍在不死心的寻找 小白说只要她愿意再陪自己玩一次奖板 就把手机和钱包还给她 两人站在奖板上试图保持平衡 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 小白时不时晃动奖板 但爱丽丝却没有心思去胡闹 下一秒 小白一个轻跳 爱丽丝便掉入水中 她本以为这样会激起爱丽丝玩耍的冲动 但没想到对方气急败坏地指责自己 并把自己也拉入水中 爱丽丝想要上岸 却发现男友送她的耳环不见了 她急忙潜入水中寻找耳环 尽管小白说水深30英尺 她却不听劝告 反复潜入水中 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相信很多人看到着 都忍不住和小白一样惊叹 真正的爱怎么会因为 你自身的某个缺点而消失 爱是包容的 真的爱一个人 是可以包容她的一切的 可是爱丽丝却整日活在恐惧之中 小白试图劝她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但爱丽丝却不争气地为男友辩解 小白认为这个西蒙 已经把爱丽丝心里对于证悟的概念 和自己的人格一并从脑中抹去了 导致爱丽丝彻底失去了自我 爱丽丝是这样回答小白的 她认为男友对她的控制欲 是爱她的表现 两人三观不合 爱丽丝将自己反锁在卫生间 此日爱丽丝早早出门 她生怕会和小白撞见尴尬 直到傍晚才回来 小白主动拿了三明治给她 爱丽丝也顺着台阶下来 小黑开车出去找爱丽丝了 家里又只剩下两个人 爱丽丝向小白道歉 在小白的内心安慰下 爱丽丝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内心所想 她潜意识里是不愿回到那个家的 晚上小白读书给爱丽丝听 仿佛佛两人又回到了童年时光 这时小黑也终于回到家 小黑的玩笑让三人彻底冰释前嫌 回归到之前的三人姐妹团 她们一起开心出行 现在的爱丽丝终于愿意再次和闺蜜泡一个浴缸 而不是像之前一样只愿泡个脚丫 这是爱丽丝在手机收走之后 所呈现出的状态 小白生日当天 几人一起晒日光浴 吃巧克力甜品 晚上一起来到小道餐厅喝酒 畅所欲言 没有手机的日子里 爱丽丝活得像变了一个人 她大方地扭动身体 不再畏惧异性的目光 狂欢之后发着风和闺蜜一起走回家 还吃着一包三块钱的薯片难得的美食 这一切都是因为男友的一句话 真是勾矩为你好 然而事实是扼杀了她心中的快乐 闺蜜俩人都不以为然 他们都认定这个男人不是个好东西 小黑拿出偷偷带来的烟花 三人看着烟花在空中绽放开来 心里别提有多开心 这是爱丽丝和男友在一起时 从未拥有的一夜狂欢 房间也乱糟糟 但三人的心情却如大晴天般灿烂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鸣笛声 小黑满心以为是外卖小哥 本想着可以尽快吃到美食 但一出门 三人傻眼了 只见爱丽丝的男友西蒙竟然不请自来 男人担心女友背着自己悄悄点外卖 偷偷驱车前来捉拿 爱丽丝只能甘大的上前迎合男友的拥抱 小白冷嘲热讽她不请自来 爱丽丝只能甘大微笑 西蒙则说自己打了无数个电话无人接听 小白谎称信号不好 但西蒙却说她的社交账号一直在更新照片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都满脸问好 这个男人真的无语了 爱丽丝明明只是默默捡东西 哪里有大惊小怪 男人似乎看出小白不是个好对付的主 眼神飘忽躲闪 默默跟着两人进了屋 爱丽丝进到屋里的第一件事 就是拿着化妆包来到卫生间 今天的她没有大波浪 没有精致眼线 更没有无暇肌肤 她急忙用颤抖的手画眼线 西蒙当晚下厨做了牛排 小白忍不了西蒙对爱丽丝 装模作样说出的令人作呕的话 故意贬低她牛排做的不怎么样 并拒绝她回国重做的动作 这使得她极为尴尬 不仅如此 作为客人的西蒙竞主动做上了大主位 这足以看出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西蒙言语之中充满着对爱丽丝的掌控 她要管控爱丽丝想什么做什么 饭后她独自一人外出抽烟 留下三个女孩打扫餐具 之后爱丽丝和她回了房间 脸上尬笑不知道说些什么 令人窒息的对话又开始了 果然结果还是和爱丽丝预想中的一样 自己只是想和朋友一起玩 在男友嘴里却是牺牲了她和爱丽丝独处的时间 浪费了她的相思之情 这是哪门子歪理 最后她又装作受害者一样原谅爱丽丝 正要吻上去 爱丽丝借口刷牙来到卫生间 她内心极其痛苦 扯下自己的碎法 最后又不得不装作无视一般回到房间迎合男友 事后 西蒙在爱丽丝耳边低语 我想要你明早尽快起床 这样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 清早 爱丽丝拉上房间窗帘 收拾好行李要走 面对小白的疑问 爱丽丝目光躲闪 说自己必须要回去了 两个闺蜜面面相取 眼神中充满心疼 坐上车的爱丽丝心中肯定是不舍两个闺蜜的 她回头望向身后 只见两个闺蜜还站在原地目送 车子被一群骑行爱好者挡住去路 西蒙又开始自己的长篇大论 她嘲笑眼前的骑行爱者们 小黑用实际行动告诉爱丽丝不要走 他们可以保护她 他们可以做爱丽丝的依靠 西蒙看着爱车彻底抓狂 嘴里脏话连连 难见爱丽丝不如以前一样任她摆布 便上前打算动手 小白健壮急忙上前 西蒙不断劝说爱丽丝和她一起回家 但爱丽丝无动于衷 西蒙彻底慌了 不断诉说自己有多爱爱丽丝 自己的行为都是在表达自己对爱丽丝的爱 小黑咬牙切齿地告诉西蒙 尽管西蒙态度强势 小黑也没有后退一步 而是坚定地站在爱丽丝的面前 西蒙见三人团结一心 不怒返笑 这一刻 她明白自己彻底失去了爱丽丝 她将爱丽丝的行李扔下车 并警告爱丽丝一个星期之内将行李搬走 之后便开车扬长而去 见她走后 三人终于赶大口喘气 哪有什么胆大包天 都只不过是为了所爱之人强装的勇猛罢 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现实中很多人遭遇破时 没人可以帮助他们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擦亮双眼 看清身边的每个人